平时你们也经常能见吗 对 我们一块卫兵服务下部队演出 一块拍大戏 然后一块大晚会都在一起 然后在外面还拍电视剧 他俩有没有那个半了嘴了 就最后找你去说说什么的 找你有这种时候没有 这还真没有 马世红是一个脾气特别好的 性格特别好的一个好兄弟 平时生活当中特别幽默 余玉红是挺厉害 但是马世红不跟他一般见识 所以他俩打不起来 看人家这总结的 我姐说的对 我们私下有时候在沈阳的时候 我们仨有时候也经常在一起 吃饭玩聊天我们在一起 尤其咱们俩一块爱吃糖饼 一到吃糖饼那时候 余玉红的眼睛就瞪起来了 跟我说姐你吃吧 不差这一对 然后到那儿 别吃了行了 我们俩都爱吃啊 都爱吃 他们两个都爱吃 但是他们两个都在减肥 他不减肥 一直在减肥 我们去那个东北 那个烙那个糖饼啊 特别的好吃 他和娟姐一吃糖饼的时候 俩人四目相对 好不好吃 好吃 你再来一个吗 我不吃了 你再来一个 要不然姐你再来一个 往我再来一个 那咱来一起来 我们俩一起拿着 一楼饼 幸福的那小糖饼 留着油 我就感觉他俩太幸福了 那糖饼烙得外酥里嫩的 真好 他说的 你看我本来是想管着 马世红不让他吃 他吃完还得使劲 拼命健身去嘛 然后呢 就看那个眼睛啊 看着糖饼都放光 吃着那个糖饼啊 那幸福啊 哎呀 我这时候都不忍心 我跟你老公去一个朋友 哪吃饭去了 人家一直烤全羊的 从下午一点钟烤到晚上 你想那多好吃啊 外焦鳞的 我俩这不都健身吗 都撕一点 跟他撕一点吃 越吃越好吃 我看他 他看我 就说要不咱俩 再来一块 要不咱俩放开 稍放一点 怕拿点大的 咔咔吃 要不再放开一点 最后咔咔就最后 我俩就干了 就这状态 然后一只羊 都被你俩吃了吧 全吃了 对 对 对 实际上这样 就我们控制体重的吧 有两个人在一起 吃饭的时候吧 相互吧 都是 哎呀 我们下决心下不了了 要是一个人可能就决定 两人说 咱们吃一点 我那个饼 我们俩 我和娟这俩 我咱俩就吃一个 就吃两 最后 姐你再吃一顿 你再吃一顿 咱俩一起吃吧 来一顿 最后把这些饼全吃了 这么一答扰 观众听完了之后 知道我是怎么胖的 娟姐平时减肥吗 也不减吧 我是实际 那个减肥 都是在嘴上说着 但是实际就老 自己 哎呀 行啊 健康就行啊 健康就行 给自己找借口 越减越肥 以前我们去 他办公室 他每天中午 不管多忙 你们都休息 我去跳绳啊 去跳舞啊 跳槽啊 跳槽啊 每天 然后打 打羽毛球啊 每天都 风雨步舞 每天都是 但是 但是那也没建议 对 对呀 你管不住嘴 刚才我在那监视器 我就跟那个小姑娘说 哎呦 我今天来太吃亏了 您这俩人这么瘦啊 小腿那么细 我说我幸亏穿了个黑袜子 你说这俩参照呜呜 你说是吗 是 太坑人了 一会咱还吃糖饼的姐啊 哈哈哈哈 就是那个力宏 你平时也很注意身材吗 我不注意 我们俩一样 光吃不胖 你也是 我也是 我吃啊 不是 那个力宏我知道 他还是挺自控能力很强 他实际有的时候想吃 他就不吃了 差不多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筷子放下了 他们啥呢 我就知道他 没有欲望 像咱们建的糖饼 那感觉欲望 咱们的欲望 就是你在这说 你不吃的话 那眼睛不离开那个 吃别菜 我看观众席 也有不少胖的 肯定跟我是一样的 我看观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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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